可能需要有一个固IE就可以了 中华电信呢 他也应该800以上都有一个固IE 只是说一般人不会去申请 你可以把它转换一个固IE 那你就有一个WAVE server了 OK这部分的话 其实最好可以多多去try 那这里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有关 什么叫get 那get其实 简单讲起来 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 其实是用html就可以 那这个表单是前端的表单 那也就是说这个前端的表单将来也可以把它变成在android里面 android也可以变成一个前端的一个表单 那里面的话 需要的部分就是说action的部分 我要指向哪里呢 指向一个JSP 也就是一个动态网页 就是他 里面我底下有个JSP的档案 那这个master部分等于什么 等于get 如果你用get的话 他传uil 参数 那如果你是poster的话 他就不会传uil 而是呢 他内部传送 用表单直接传送过去 那poster会接收到 那就在uil上面看不到 那些参数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传什么呢 传一个 比如说乌老师好了 那我的name就是data 也就是说传过去这个test 他 在 接收端的话呢 他会看 名称叫data OK 那我们把它run 看看 基本上上面有个run 把它run 起来 run 之后的话呢 我要传递给 这个 gwin.jsp 那这边的话 问你说你要用哪一个server 你直接按完成就可以 他就会直接呢 把 这个网页 传给这个server 帮你把它run 放起来 好像应该够简单了 然后呢 上面有个网址 基本上呢 将来我的网址就是localhost 那你要可以去查一下 用那个ipconfig去查一下你现在的那个网址 你的 这一台的位置是 是多少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8080 然后再来就虚拟目录嘛 first.jsp 那后面会有一个网页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传递给他的话 记得因为message就已经 转向给他了 你按下送出的话 他就会把讯息传给他 他帮你做解析 那其实做什么解析 非常简单 我按送出的话 这边会出现吴老师 OK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边打 比如说123好了 按送出 这边就出现123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 greeting.jfc 里面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 里面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接收到 接收什么呢 第一个 从 我们的网页怎么接收 我这边宣告一个s 一个字串的一个变数 new 反正论 我们的带车 再见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 我们的带车